第四个Python标准库的类型 主要是持久化和时间的操作 今天这条内容主要讲五个模块 也就是五个库 有时候在Python里头 库和模块是傻傻分不清 都可以 你叫什么都行 但是在别的语言里面 通常都是叫库 我们Python也叫模块 今天讲的五个模块 是基神 Pico Time DataTime和TimeIt 这里头有几个可能有一定基础的同学应该用 但是也许用的不是那么熟 那么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第一个是基神模块 那么基神是什么呢 基神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你可以理解它为 一种格式 也可以理解它为一门语言 反正就是一种用来交换的 这么一个大家 就是就跟翻语语言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认同了格式 那么它源自于这个Jawscribe 这是一门前端的那个语言 特别有名 GS对吧 用来负责给咱们那个浏览器展示动作的这么一种特别火 这个基神特别易于这个人的阅读和编写 同时也寓意于我们机器解析和生成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数据交换格式 而基神它的这个语法很简单 那么它的就是也能够正常我们阅读 那么在基神出现之前呢 我们一般都是用什么的 大家可能都知道 用XML 对吧 但是XML虽然现在还一直在用 不过已经有了逐渐被这个基神取代的趋势 只不过在以前一些像金融啊 什么通信啊 这些行业 它那种行业啊 它原来老的数据太多 一时办法让它转换回来 它是做不到 所以它还在沿用这个XML比较多 嗯 但是基神呢 已经属于我们就是必须掌握的一种数据交换格式了 啊 应用非常广泛 基神从格式上来讲 和我们Python中的字典非常像啊 看起来是特别像我们Python中的字典 啊 那么基神呢 是一门跨语言 跨平台的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之间 进行数据交换 但是对于Python来讲 它只能对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做操作 比如说 字符串 列表 字典 这些 但是对Python的类 尤其是自定义类 你自己写的类 它就无能为力 但是 它那个 像那个序列化不了 持久化不了 另外呢 我们基神在格式上面 对数据的要求是用双引号 大家要记住了 双引号将字符串引起来 并且在最后不能有多余的逗号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住 很多人用基神出现各种问题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别的语言中 你比如说C 比如说G2 双引号引起来的 才是制伏串 那么单引号引起来的是制伏 这是有区别的 但是在我们Python里面 无论是单引号 还是双引号引起来的 都是制伏串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面的差别 那么我们尤其是 有些Python程序员 习惯性的在列表 原主或者字典的最后 加一个逗号 它尤其是原主 很多时候原主那个逗号 还必须加 那么这个 在基神中是不允许的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逗号 就是你要看 有时候是不是因为 多加了一个逗号 导致基神的转换通不过 那么基神这个模块 在Python的原码里头 它其实内容挺多的 涉及各方面的内容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使用者 一个开发员来讲的话 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不需要所有的全了解 它核心的根本 其实就四个方法 哪四个呢 Dump Dumps 还有Load和Loads 其实这也就是两种方法 一种是Dump 一种Load 就是一个是纯 一个是加载 一个是把别的 把Python的数据类型 转换成那个基神的格式 另外一个是把基神格式的数据 反过来转换为Python的类型 就对了 那么Dump和Dump 一个加了S 一个没加S的区别在哪 加了S的 就是把Python的数据类型 转换为基神格式的字符串 那么没有加S呢 就是保存到基神格式的文件里面 一个是生存基神格式的字符串 一个是保存到本地的文件里头 就这个区别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S 简单理解为 Street 就是Dump 保存Street 保存到字符串 那么Load也是一样 就这四个方法 你把这四个方法记住了 还那么基神 你就能用了 其他的更高级 更高端的应用 那是实际工作中需要 咱们再学 不可能说 一下子就把全部的学的方法 面前都到位 那么呢 我们来看几个 跟实际操作相关的一个例子 好 我们看看怎么用这个基神 我们展示几个例子 emport 基神 好 那么先我们看一下 把一个列表 转换成基神格式 设设设计 基神点 要转换成基神格式 就是Dump 保存 那么要保存生基层的支付算 就是要加s 那么执行一下 那么我们把要保存的这个列表 给它添加进来 这个列表里面我放什么呢 列表里面可以是任何人数 我放一个 先放一个支付算 这是Pathor的支付算 然后我再放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我加一个键 我想想bar 这是键 支点的键 那么我支点的值 我又可以是个圆主 其实展示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 列表的数据类型里面 可以保存各种类型的数据 就是它给你反复的嵌套 你怎么弄得行 你看 好 然后我们把它Dumse 就出现了这么个东西 看这是什么 它两端用单引号引起来了 那么里头的呢 被引成双引号 看见没有 它所有的都是双引号 那么这是它展示的过程 那么我们看一个 它 转换一个 转换个字典串吧 这是转换一个字典串 那么也可以转换怎么样 转换一个 无符号准数 到底怎么怎么弄不行 但是这些呢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 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 对吧 这我们把一个 杠U是什么意思呢 表明后面跟着的这一个转数 是一个无符号的转数 那么我们还可以 Dumse 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两个双斜杠 今天有这个同学在群里面问 这个两个双鞋号 两个反斜杠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我们那个Python里面呢 Windows环境下 两个反斜杠是路径的分割服 对吧 然后你一看 看见什么呢 Dump成什么 四个反斜杠 为什么呢 这里面的每一个反斜杠 都是一个字符 那么在Python的环境里面 要表示一个反斜杠 你必须用两个反斜杠来表示 所以它最后就转换成了四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我们还可以保存的同时 保存一个字点的同时 对它的键进行排序 我们先给一个键 我们给一个字点 什么呢 C 给它的值定为0 我们再给一个B 给它的值定为1 我们再给一个A 给它的值定为2 正常情况下 我们保存转换成什么就是什么 原样保存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什么样 可以用sort 这么个参数 让我们在转换的时候 对它进行排序 那么怎么排序呢 sort 看看它这个关键词参数 sort keys keys 等于处 也就是让它对关键词进行排序 那么这样 它转换下来的D是什么的 按照这个键值的顺序 A B C进行排序 这是这个机枕 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小技巧 那么它还可以从什么 从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输入流里面 去获取这个 我们的 要转换的这个原的原来的字符串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 从这个Io模块里头 有一个 那个 字符上Io的这么一个 我们从里面 实力化生成一个 它的对象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对象里头 获取我们的输入流的AP 不好意思 我敲错了 应该是 我上面打了没有 G3点到 没错呀 就是这Io 哦 抱歉 我那个Io没执行呢 我说呢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值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 得到了它 然后 最后转换成G3的字符串 这一块 只是一个对G3能力的展示 还大家现在不弥漫没有关系 平时用的条例也不多 我们再看一下跟G3相关的 更贴切的一些例子 有一些我就给大家敲 有一些我就不敲了 比如说我们 把G3 把一个字典 转换成G3格式的文件 那么我们用的是什么 就不是Dumps 是Dump 这里有一个字典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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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我有两个值 K2 K2 我有一个字典 然后我要把它保存到 Dump 一个文件里去 我要把什么 把dict保存进去 那么我要打开一个文件 open 打开一个本地文件 我打开选择地盘 我设计一个1.date 然后我用double的方式打开 然后我执行一下s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地盘 看见没有这个1.date就在这里 我们就保存下去了 那么如果我要反过来呢 我要反过来 我要把已经保存在本地文件里的 这个基层数据 读取出来 转换成我们原来的python的数据格式 那么就是load 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二个例子 我们第二个例子 s等于基层.load 我们把刚刚我们保存的那个文件 给重新展示回来 你看open 我们load还有dump 都要提供一个文件巨饼 就是以open或者以fileinput的这种方式 打开的一个文件 这是load和dump 那么这么load上 我们看看s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我们原先的 原来这个字符串 不字典 那么我们有一个type命令 这是内置的一个命令 可以看一个变量 它的所引用对象的数据类型 你看一下s是什么类型 自典类型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 是import基层 然后读取一个 不是 把一个字典 转换成一个基层格式的字符串 在排序的同时 对它的格式进行了指定 也就是这有个ident 这就是说进的意思 我们要求它说进四个字符 这样它就更美观了 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基层.dump 有s和没s一定要记住了 dump和load是两个反的方向 也要记住了 我们把刚才的那个s拿过来 然后我们要让它排下去 然后我们让它缩进 为了更突出点 我让它缩进八个吧 你看 sort key is not defined 我这一不小心就刷了 它效果是这样的 那你想可能跟这个不一样 对不对 我这个你看显示的多好 缩进的多好 为什么 不是你说的那样子的 为什么呀 因为在这个 python的idle下面 你想要字符 显示的结果美观 你就必须 creant一下 你不打印 它就不给你好看 这下看见了没有 对不对 它缩进了八个字符 这有八个字符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loads 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想得到loads 就是从一个基层的格式的字符串 加载数据 转换成python的数据类型 你看这个就loads一个这样的 基层格式的制度串 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 这里头 这下面这个例子都跟我前面讲的 例子差不多 我不多讲了 这个可能大理解写的困难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 这下面这个例子 是一个在Linux操作系统环境下的 命令行下的一个提醒的使用 这个我就不开虚拟机跟大家讲了 就是跟大家讲讲这个 命令的这个执行方式 这个ACO 大家都应该知道 ACO在Linux操作系统环境下的 是一个显示的命令 同时呢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输入 用管道的方式 提供给后面的命令 这里头它其实就是 把这个 字符串字典 这字典的字符串 从管道 传递给这个Python命令 那么Python能用这个 基层.tour这个模块来处理它 那么最后得到一个 基层格式的 我们这么一个数据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类似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可以在Linux上面 用这种管道的方式 使用基层进行这个 数据的持久 那么好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 基层它和那个 Python 毕竟是两种数据类型 两种格式 基层只能做 持久化Python的基本数据类型 而且 转换过程中 会出现这个数据类型的不同 哪不同呢 你比如说 从Python 那个持久化到基层 它的数据类型会变成什么样 Python的字典 会变成基层的对象 那么Python的列表和原主 会变成基层的处主 Python的字符串 还是基层的字符串 那么Python的数 数字类型 在基层也是数字类型 那么至于不我 还有不我 true false 都是一样的 但是 这地方我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Python 对于这个不我的处 也就是真和假 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 但是在别的语言里面 大部分情况下 它们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小写 所以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千万不要忘了大写之前的这两个字 同样的 浪也是 在Python里面用浪 代表 无 空 但是在别的语言里面 多数都是用怒 或者这个也读到那 怎么读都行 那么反过来 从基层到Python的转换也是一样的 其实就是把这个表反转过来 然后 基层的这些格式数据类型 会转换成Python这些数据类型 这就是它们俩在转换过程中差别 那么呢 因为基层的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使用的情况很多 所以在这个网络上 有一些免费提供的这个基层的 在线解析和调研工具 它可以干什么 可以帮助咱们判断这个数据的完整性 查看这个数据的结构和内容 就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基层数据处理的时候 为了防止我们自己就是输入错误 或者各种情况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去这种在线教验的网站去看一点 你比如说像这个 这一串这个基层数据类型 你看着眼花缭乱 而且格式很混乱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到底全不全格式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去这个 当然我这个网有很多这种网站 我只是从中随便找了一家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针对性 你们完全可以自己找别的 那比如说我就访问这一家 然后我们把我们需要教验的机身的数据 我们给拷贝进来 然后我们点教验 看它就自动的 自动的给你 把数据格式化排列好了 你一看就看得非常清晰 银鸟 哪调是哪调 什么是什么都很清楚 那么我就放到这里 在这 你看User Type Team 什么什么 它都给你格式好了 那么大家使用这个工具 就可以很方便的对这个机身的数据进行教验 复资 什么或者之类 它下面还有一些别的功能 大家慢慢研究吧 好 机身呢 其实 需要大家了解和掌握的就那四个方法 没有别的更多内容 其实很简单 那么机身讲完之后 我就讲Pico 那么Pico跟机身其实是各两行 它也是专门用来做持久化的模块 但是它跟机身不一样的在哪呢 它可以持久化 包括Python对象类 在内的各种数据类型 比较适合Python本身复杂数据的存储 也就是说 机身干不了的话 它能干 但是呢 它又有机身 那个不如的地方 不如在哪呢 Pico持久化下的数据 只有Python这门语言能读 别的语言读不了 也就是什么意思 它不是跨语言也不是跨平台 它是Python专用的持久化模块 它的操作呢 和机身的操作基本一样 那么它持久化之后的制服串呢 不像机身的制服串是可以认读的 我们直接就能看就能读 它是不可读的 都是那种bite类型的那种呢 奥金之马 不如机身来的直观 那么呢 Pico在使用dump和load读写文件的时候 要用rb或者wb的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它直接说bite类型的数据 什么意思 Pico不能直接持久化 不能直接持久化 制服串 得先把制服串 转换成bite类型的数据 才能持久化 这是新版本之后 就是三点 三点几 反正Python3以后 对这个Pico的改动 就是这样子 就是它现在 在推广这种bite的数据类型 那么它的根本大法 其实也就这四个 和机身是一模一样的 dump dump load load 所以这四个 你一看 把它记住 两个rm块都能用 那么 它的 而且 而且它的这个方法的功能 基本也是类似 你比如说dump 是将Python数据 转换并保存了Pico 格式的文件内 那么dump 是转换我们Pico格式的质幅串 那么load load 这就是反反过来 我就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例子 那么 我们这里头 有几个例子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这个第一个吧 这个例子我就给大家敲一下 input Pico 那么呢 我这里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字典 有一个字典 首先来字典 第一个键是个A 那么它引用了什么呢 引用了一个 列表 无所谓 里面数据是什么都行 是吧 然后呢 多好 我第二个是一个B 然后呢 我引用的是一个圆主 圆主里面是什么呢 hello 然后再来一个byte类型的次数串 word 然后我第三个呢 是 字典里面 的一个 集合 啊 不对 我第三个是一个集合 它有三个元素 num true 和force 这就展现了我们这个 Python 数据的多样性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最后 不要添加一个逗号 就那么糟 不要添加逗号 嗯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过位置一句 我用它来控制上下文 我打开一个本地的一个什么呢 啊 date.pico 一个新建的那个文件 然后我用wb的方式往里头写 啊 我给它提供一个变量名 那么怎么样呢 我就是用pico模块了 好 我要用它进行序列化 持久化 我要dump 是把现有的这个data 这个字典数据类型 我把它dump到这个文件里头去 啊 让它持久化成一个pico模式的文件 啊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这个 好不好 wb test 啊 完成了 执行完成 我们看一下本地 呃 呃 呃 tap给面子 在这 好难找啊 data.pq 啊pico 把它放在这里了 啊 就在我们这个 这个当 当前我们这个工作的文件夹底下 你可以看一看 就在这里面 他就保存到这个文件了 用法和机身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需要 那个额外关心的是什么 是 对于这个 数据类型 也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wb这个地方 不能w啊 也不能r 要rb或者 wb 你必须用 那个r进制的方式 把它打开 或者 读取 这个地方跟机身是有点差别的 那么 第二个例子 就是 反过来 我们从机身文件里面 哎 把数据给导出来 呃 也弄一下 他其实 然后呢 呃 就把 上面给 注释 注释了之后 我们 还是 v的语句 我们打开 刚刚我们 建的那个 data.pico 文件 然后我们用rb的方式 来读取它 给它 给它设置一个 呃 变量名 那么 data 等于 pico 点 broad 我们从文件面读取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提供什么 呃 那个什么 数据的 这个参数 我们只能 直接提供这个文件就行了 那么 我们读取出来 data之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 data 好不好 然后 运行一下 ground test 看见没有 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 从那个文件里面 读取出来的内容 看见没有 跟我们原来的原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跟我们的原内容 那么 第三个例子 就是一个dump式的 把一个 这个 把一个 字顶 保存为一个pico形式的 那个字符串 先看 有个dick 等于 k1 k1 然后有个k2 v2 我先搞这么一个字典出来 然后我把它保存pico 也就是持久化 dump dick 然后dump之后呢 我把它复制给s这个变量 让这个s去获取我们这个值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好 保错了 对不对 为什么要 2了 pico 没有定义 那我们再执行一下 好 这下我们就成功了 成功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s 好吧 看看s是什么 b 我先前说过 以b开导的 这种引起来的制服串 是bys类型的数据 这是python 3版本以后的 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类型 那么它都是这种不可以论读的 什么X80X03 什么之类的 这没有办法读 对不对 你根本 根本读不了 读不出来 它的到底是什么数据也行 但是我们反方向 我们反过来可以 把它给load回来 我们就能读了 load 我们从s里面load过 我们再看d 对吧 它就回来了 那么我们d是个什么类型 是一个字典类型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种小知识 在任何的python的数据里面 都不会有人教你 也不会有人跟你说的 什么 像这种python 这种idle 这种提升环境 尤其这种交互式的 你看到的输出的结果是这个 你会误以为它是一个字符串 其实不是 这个 是d 这个字典 打印出来的 内容 并不代表d是一个字符串 你只有用tip这个方法 生成的消息和结果 才明确给你指示出来 这个d是一个什么数据 类型 所以有时候你看 你看一个s是一个这种类型的 你不要认为它就是一个bylation 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要这么简单的认为 这是它这种集团环境的一种曲线性 就很多时候你会产生误解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 pico 可以持久化 python的自定义对象 也就是python的类 但是在我们反持久化的时候 你就必须能够读到这个类的定义才行 否则它是 还会报错的 我们先前就说了 这个例子我再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pico跟精神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pico能够持久化python的类 那么我们先前展示一个 它如何持久化python类的 那么一个例子 首先我写一个类 这个类是一个人 然后我给它定义一个处始化函数 这个处始化函数 我给它提供两个参数 一个n 一个a 然后我给它写一个 其实这个不重要 但是它是一个类的基础 然后我给它写一个 这个类就写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用 先写一个 不先写一个 我们先实力化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我们实力化一个对象 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叫做见 什么不打中 那么它年龄是20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 名字和年龄 就是用一下它这个效的方法 然后呢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我们看一个 我们第一盘下的一条件 1.txt 那么用 wb的方式 往里头写 写什么呢 写这个 用pico dump 把什么dump 现在 把那个a 这个对象 这就是一个 我自定义的一个类 所实力化的一个对象 这个基础是绝对 绝对 那个持久化本 只有用pico 那么 把它持久化到f这个文件里头去 那么 呃 我想一想 这个0我就先不要 就这样 那么持久化完了之后 我把这个f文件给关掉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让test一下 打印了 我刚刚这个人是杰克 他有20岁 然后呢 我现在看一下我的这个地盘 看见那个第一点txt 我刚刚生成的 然后你看这里面是什么 乱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前说了 pico 序列化的 持久化的 我们这个数据 是不可以论读的 是个乱码 那么我们 哎 那个持久化完了 我还想把它读出来怎么办 我在这里 做一个展示 delete perset 我把上面这个类给删掉 然后呢 呃 我把这一段给数试点 因为这一段已经不需要 然后我再打开刚刚我生成的那个文件 我用rb的方式给它读取出来 那么读成什么呢 读成那个读到这个b这个变量里拿去 rb这个变量里拿去 f 我把这读 读完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f给关了 然后我再运行一下这个b的这个效率方法 就要展示这个人的名字和年龄 那么你看我来运行一下 报错了 对不对 看它报的什么错 rb r 这是什么错误 属性错误 它怎么说的 can't get atribute 无法获取属性 person 在什么 在这个模块上面 我没有办法获取到这个person 这个类的属性 更通俗的翻 通俗的翻译过来什么就是 找不到这个person 这个类的定义 也就是这一团代码 它找不着 它无法对这个b 这个 这个变量 所 里面的这个数据进行 就是解析 我这里有一个delete person 这么一个语句 语句 就相当于把前面这个类给删掉 我们再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什么 pico在反持久化的过程中 对于类这一类东西 你必须要给它提供可以访问的 可以解释的这个类的定义 也就是它的这种的代码 否则的话 它无法识别你这个b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如果没有这个呢 我把它去了 那么执行一下 看到没有 Jekker20 它就执行成功正常 这就是这个pico 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好 那个 刚刚我们展示了这个pico 如何这个持久化 然后反持久化这个 我们这个pico的类和对象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这个pico的dump函数 能够一个接着一个的将几个对象 转存到同一个文件里头 随后呢 如果你在调用load反 那个持久化的时候 它又会 按照这种顺序 一个一个的 给你检索出来 这又是pico的一个特性 像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 我们来展示一下 比如说首先我有一个数据 A1 我是一个制服穿 Apple 我先定义几个数据 那么B1 我是一个 字典 K1 为了简单就这样 那么C1 我是一个列表1234 那么F 那么好 我有这三个数据 那么我现在 怎么着呢 我现在 打开一个文件 就在本地吧 一个camp.tkl 那么我用WB方式 往里头写进去 我再打开一个新的一个文件 准备往里头写了 往里头持久化了 我第一个 我先 把什么 把A1持久化进去 F1 然后我 再把B1持久化进去 是吧 我再接着持久化 我还可以这样 对吧 对吧 然后最后我把F1给关定了 我按顺序 把这三个全持久化进去了 关闭之后呢 我现在要测试我这个反持久 持久化 就road的过程 我重新把它打开 打开 好 打开了之后呢 我现在开始读了 我把读的保存到这个A2里面去 我第一个读取的 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A2是什么 Apple对不对 其实就是它第一个存进去的这个数据 那么我 第二个呢 我再读一个 你看第二个是什么 哎对不对 先前那个字典 那么第三个呢 是什么呢 最后那个列表 看见没有 它按照同样的顺序 把它给读取出来 啊 这就是这个Pico 在这个 dump和low的过程中 有的一个特性 利用这个特性 咱们也可以这个 实现一定的功能 没事 好 Pico模块基本就是这么多 主要的内容跟基层差不多 其实也就这四个方法 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对于咱们来讲的话 把这些基本的特性 和它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掌握了 那么这个模块 你就能够应用自如了 讲完Pico 咱们就讲第三个模块 也就是这个Time这个模块 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感觉用基层把Python 转化成C++类型 这不是一码事 这这完全是两 不同的概念 Bice实际前面的B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先说了 就是把这个Bice实际 指定为那个Python的Bice类型 你就不需要再做encode decode 或者转换了 那么SELF是什么呢 相当于C++的Z是指声吗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那么我接着讲咱们这个Time模块 Time模块是咱们那个也是非常长的一个标准库 这个可以讲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需求 或者太高端的要求来讲 所有的Python开发程序员用这个跟时间相关的都是这几个模块 没有学会自己去写这个Time 好 那么这个Time模块呢 它有几个知识点就是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出来了 需要告诉大家 那么第一个就是Python的这个Time呢 它的时间基点是从1970年的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开始计时的 所以大家不要奇怪 不要以为公元00年零时不是的 它从1970年开始 那么所以这个Time模块它无法处理1970年以前的时间 那么而且它只支持到2038年前 20多年后就用不了了 所以但是20多年后是个什么样子 咱也不知道 我觉得至少现在还是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需要处理这个时间范围之外的日期 那咱们呢就需要用另外一个模块 也就是后面等会跟大家聊了DataTime模块 那么这里头解释几个术语 第一个是UTC UTC大家可能都看过 看过这个缩写 协调世界时也有叫世界协调时 反正就是一个标准时间 以前呢被称为GMT也就是格林尼志时间 对不对 那么这个UTC按照我们这个 英文缩写的惯例来讲都是首个字母大写 这种缩写 但是你发现没有 按照英文来讲的话 它的缩写应该是CUT 不应该是UTC 那么这是个错误吗 它不是个错误 就这个国际组织它不会那么傻 反正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么这是一个英语和法语妥协的结果 所以UTC 它是协调世界时 法国的缩写好像是叫TCU 那么谁都不负谁 最后大家搞一个既不是你也不是我 UTC 就这么来的 那么 Import Time 为啥是灰色的 因为它在代码里面没有调用 那么它这个自动就显示灰色 表示你这个是多余的 Time模块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的时间 整个这个模块的官方文档是很长的 你要自己去读的话 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精力 那么我给大家总结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Time模块 主要就是包括三种类型的时间 Strake Time Time Step和String Time三种 它就是在这三种类型时间之间进行 那个转换展示等等 那么第一个就是Time Step 这个叫做时间戳 我们知道时间戳其实就是一个长整数 它是一个秒的一个整数 指的是从1970年1月1日之后的秒 在我们这个Time模块里面就是Time点Time这个方法 所得到的数据就是我们当前的时间戳 这个当前的时间戳这个量是非常有用非常重要 就是基本上你绝大多数程序里面都要用上它 那么第二个主要是格式化的制服车 也就是像这种2016年6月11日12点 多少分多少秒我后面没写 那么也就是在我们Time模块里面有一个Street Street Time 然后给它提供一种格式 这个方法就是获取这种格式化的制服车 什么叫格式化就是它有格式 有规范 某年某月某秒 它这种就是你给它一定的格式 那么它最后会成为一个制服转 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读的那种的制服转 就是这种 那么第三个就是结构化时间 结构化时间就是把每一个时间 年月日星期什么全部都一块一块形成一个结构 结构化这样的组成形式 那么在这里头体现的就是这个Time点Local Time 这个方法所体现出来的 那么这三种时间表述方法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 是这样的结构 以结构化时间为中间 那么格式化制服转和结构化制服转怎么转换呢 从左到右是Strip Time这个方法 那么反回来是Strip Time 差在哪 差在一个F一个P STR其实就是制服转的意思 对吧 那么它就是这样 一边从这到这一边从这到这 就是这两个方法进行转换 那么时间戳和结构化时间怎么转换呢 这两个方法 一个是Make Time 一个是Local Time 那么时间转换能够直接转换吗 不能够直接转换 你得通过结构化时间进行中间转换 我看一下才可以的 那么下面我这里列了一个表 从什么到什么用什么方法 就是这些方法 那么在碳模块里面有这么多的方法 有这么多的内容 我们都要学吗 当然不用 其实只需要学我列出来的这些东西 基本就够了 那么我现在把这些东西挨个做一个例子 展示给大家 重新减少点内存吧 重新开一下 那么我们先导入Time这个模块 然后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就是Sleep这个方法 这简直就是可以讲是居家立费的一个方法 Sleep就是让我们的程序 睡眠指定的秒数 有时候我们模拟一个程序的执行过程 我要让程序在这地方阻塞5秒 你需要实际的写一堆代码去让它执行5秒钟时间套吗 那不需要 用个Sleep就行 等代码 我们可以11秒可以12秒可以120秒 都可以 也可以浮点数1.1 1.1 浮点数我精确到0.1秒都行 你比如我们现在Sleep1 1秒过后 看吧 提示符 才再次弹出来了 这就是睡眠的一秒 Sleep 这个方法你是必须背下来的 我觉得像这种属于基本的基础知识 你是必须背在脑子里 那么第二个就是Time模块 的Time方法 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最基本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 它返回当前的时间戳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1970年元元元日 零时零分为基点的一个到现在的秒数 我看啊 这是六百万九千万四亿 十四亿九千多万秒 后面点是这个什么微秒啊 毫秒啊 这就是小数点之后的啊 我就不多说 就这个就是一个时间戳的概念 也就是咱们先前的这一个时间戳 啊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 第二个Time点 get 啊 不 GMt GMtime 这个Time点GMtime呢 它是返回一个标准式 看吧 它是一个结构化的时间 啊 结构化的时间 你看它 返回的有什么样 年 月 日 它是一种这种的形式 那么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些它的这个成员去访问它 看见没有我就得到了当前的年份 这就是GMtime的用处 那么它里头也可以提供一个时间戳 提供一个时间戳 你比如说 我我用当前时间减去8000秒 当前时间8000秒之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看见没有 我看看啊 Time hour 9 啊 9分 分是45分21秒 是9点45分21秒吗 不是的 啊 这里面有一个时区的转换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 北京时间 啊 是东八时 那么GMt time 是那个 啊 格林尼泽时间 它是 呃 临时区 跟咱们差8个小时 所以这个时间它不是本地时间 那么我要看本地时间 叫什么要用 要用local time 用这个 这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看了 19点 这就是我们北京时间19点 也就是现在7点59分29秒 那么 我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个套路 来执行 我们就能看见8000秒之前是什么时候呢 是下午的17点46分30秒 这就是它的这种用法 用一个时间戳 作为参数 提供给这个结构化的时间 它就能够给你返回一个数据 好 那么我们time呢 还有这个saytime 有这个saytime方法 啊 就是看 返回这个 一个什么呢 字符串 我们还有 我们 那个 那个还有这个 asctime 啊 对 没有调用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这个是输出 刚前系统时间的字符串格式 可以接受时间戳的参数 呃 这个 是可以将格式化的时间 转换为 字符串格式 啊 一个接收的是 时间戳 一个接收的是这个 格式化的字符串 它们两个有一定区别 但是 呃 这个 没有它前面的几个用处大 那么我们再看 下面这个是 呃 make它 你看 直接调用它 它会报错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方法 必须接受一个明确指定的参数 啊 它接受什么参数呢 它接受一个 看看 local time 一类的这种的时间戳的参数 看见没有 它是干嘛 把一个结构化时间转换为什么呢 时间戳 我们再讲了 我们再讲了 把一个结构化时间转换为时间戳 用的是这个 local 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就很 也很常用了 我们回忆一下 stift time stift time 是干什么呢 是将一个结构化的时间 按照指定的格式 转换成 转换成 制服串 对吧 我们实验一下 time 首先我们要提供什么 提供一个制服串的格式 你要指定一个格式 然后它才知道怎么去给你转换 然后呢 你提供一个格式化的时间 看着 2017年6月啊 对吧 这是一个制服 这是一个制服串 那么反过来的内容就是下面这个 把一个 制服串 我们比如说2017年11月11日 转换为一个什么呢 结构化的时间 那么这里头我们要告诉人家 我这个制服串呢 都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我必须把这个格式提供给人家 否则人家不知道怎么解析这个东西 看 得出了一个结构化的时间 这就是这两个方法的用处 那么我看8点了 咱们先休息一下 上个洗手间 10分钟之后 咱们回来继继续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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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2 3 3 文字 1 2 3 4 文字 1 1 1 3 文字 1 1 1 文字 1 1 2 文字 1 1 3 文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